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够语言 今天是第32期 不知不觉都做了32期了 好 咱们马上开始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非常的重要 延迟执行 或者说叫做延迟调用 Differ 这个单词有的朋友把它念成Differ 也有的念成Differ 按理说应该是念成Differ 第二个E 它发A的音 它不应该发A的音 我这怎么称英语教学了 好 Differ 它是干什么的 是这样 咱们一般的习惯是写代码 是吧 从第一行写到第十行 对吧 那么咱们代码执行呢 怎么执行 肯定也是从第一行开始执行 一直执行到第十行 对吧 OK 那么到了这个Differ的时代 就变了 您后写的代码 它先执行 先写的代码 它后执行 可气不可气 怎么回事 咱们马上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延迟调用Differ的使用方法 为什么要延迟调用 它有什么用 我会一点点的给您讲到 是非常的有用 好 那咱们今天 我还是给您采用手工编码方式 咱们编码这个Differ 好 事实上 首先 我还是像咱们以前的程序一样 咱们先定一个函数 好吧 这个函数咱们就叫做延迟直行函数 写法是一样 还是Funk 对吧 然后比如说 MyDiffer 是吧 Function 对吧 你看我这个一会儿美人 一会儿伦敦人 然后还有一会儿中国人 好看 然后咱们在函数里面写什么 咱们肯定是打上两个函数 对吧 Print 然后叫做 叫做开始 开始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程序开始 对吧 然后把这个代码做一个复制 叫做结束 可以吧 结束 OK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我如果调用我定义的这个方法的话 是怎么老过出输入法呢 会怎样 它会先调开始 再调结束 我没说错吧 看看结果 注意看 狗软 如果要不是先开始 就奇怪了 大家请看 先开始再结束 没问题吧 OK 如果大家注意看 我在开始这一行代码前 加上一个今天咱们的主人公 Durfer 它会怎样 注意看 够 大家请看 先结束再开始 让人不可理解 对不对 OK 这就是Durfer的用处 它延迟调用 它后面的这个语句呢 在咱们这个函数体执行完后 才会调用 这个就叫做延迟执行 好不好 有什么用 一会儿说 咱们再往下看 我再给您举个例子 好不好 咱们看看 这个代码 咱先屏蔽起来 什么例子 我刚才给您编的是一个函数 对吧 今天咱们不编函数了 咱们编一个匿名函数 刚才是有名字的 咱们编个匿名的 好 大家请看 我在这给您编个匿名函数 这函数 咱们也就不传参了 直接 Format 直接输出 输出什么呢 输出 比如说 处理 行吗 咱们这个地方做了个处理 同时咱们还 我看看这怎么 处理二 处理三 都编上 好 编到这 我整下代码 问大家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给我一个红线 对吧 你看 明明我这个匿名函数都编对了 为什么给个红线 对 这就够远 因为咱们定义函数 还没有调用它 咱们需要在线上调用一下 这就没问题了 OK 大家请看 我现在这个函数 它会怎样 它会执行 处理一 处理二 处理三 对吧 那么如果我在前面 加上一个 defer的话 defer 会怎样 它里面函数 它里面这三行逻辑 会有什么执行顺序呢 对 您说对了 它还是顺序执行 没错 咱们看一看 咱们先清评 我刚才听见 有朋友说对了 确实是 它是顺序执行 不管您敲几遍 它都是顺序执行 为什么 因为整个这个函数 它被当做 延迟执行函数 但是函数体里面的内容 它还是顺序执行 这就是他 一个defer 一个小小的区别 有朋友说 因为它是延迟执行 那它里面的语句 是不是也延迟了 那错了 如果里面的语句 都延迟的话 那整个程序就乱了 就不可控了 对吧 咱们defer是保证 一个执行的单元 workload 对吧 它是一个 延迟执行的workload 但是它里面的内容 还得可控 它里面的内容 其实还是顺序执行 好不好 OK 再给您举个例子 再给您举一个 什么样的例子 再给您举一个函数中 咱们再加上一个defer的例子 稍等 好 咱们试试 比如说 咱们在下方 咱们再给您定义函数 算了 好不好 这地方 大家注意看 比如说 咱们定义一个myderfer 刚才叫1 现在叫2 行吗 然后呢 我再敲上点内容 敲上内容 咱们还是把刚才内容复制一下 就这三行 好不好 处理1 处理2 处理3 然后我怎么做 大家注意看 我先整个型代码 然后咱们在中间一行 这个地方 咱们加上一个defer 好不好 同时 咱们在调用时 也加上一个defer OK 漂亮 大家看 这个初期的设置 会有什么结果 本身这个函数 就是延迟执行的 在函数里面 又出现了延迟执行的语句 会怎样 OK 您说对了 没错 处理2这行 它会最后的延迟执行 咱们看看结果 好 注意看 够 没问题吧 处理2 因为是延迟执行 所以说呢 等13做完之后呢 这个函数结束前 对吧 结束前 咱们呢 再做延迟执行的处理2 对吧 那么好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 我把这三行 都加上一个defer的话 会怎样 对 您又说对了 它会是什么 它会先执行处理3 再执行处理2 再执行处理1 咱们看结果是不是啊 好 我清晓屏 够 怎么样 大家请看 先执行处理3 再执行处理2 最后执行处理1 然后呢 咱们首先敲了处理1 结果呢 最后执行 后进先出 对吧 OK 这就是咱们每行都加defer的处理的实际的顺序 后进先出 大家要记住 最后说 为什么要有这种延迟处理的逻辑 它干什么用的 是这样 咱们大家想一想 如果您呢 要编写一个应用程序 这个应用程序 这个程序干什么呢 读写文件 那么读写文件 咱们会怎么操作 open 对吧 open完之后 拿到文件的剧柄 然后呢 对文件进行读写操作 写完之后呢 把文件关闭掉 我没说错吧 对吧 OK 如果系统出错呢 咱们可能try catch 然后在final里面呢 把文件要关闭掉 对吧 try里面写正常的业务逻辑 然后catch里面呢 写咱们出错逻辑 最后呢 final里面呢 也要把文件剧柄关掉 对吧 也就是说 不管怎样 这个文件关闭的这个动作 是必须要做的 那么咱们在代码中 咱们怎么做呢 咱们一般都是 比如说我这给您做一个尾代码 比如说咱们在这 open一个文件 行吧 没问题 然后后面是各种处理 处理完之后 咱们把它close掉 对吧 那么这个close 可能在三五十行之后呢 才会close呢 对吧 那么 这个代码可读性 是不是就会变得很差 反正不管怎么说 这close 这个文件close 这个函数是必须要执行的 我能不能把这close 跟关闭 跟打开这个逻辑 写在一起呢 反正它是要执行的 对吧 那么怎么办 咱们就在这个地方呢 加上一个 defer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咱们在处理文件时 在这个地方 咱们先打开文件巨饼 然后呢 告诉这个程序 反正最后 不管怎么着 这个文件我一定要关闭 所以说在这地方呢 延迟执行 关闭它 下面呢 咱们执行文件各种各样的操作 这样来保证什么 来保证咱们代码的可读性 大家请看 文件打开文件关闭的逻辑 是写在一起的 让大家一看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包括您打开数据库 关闭数据库 打开一个cash服务器 关闭cash服务器 都是同样的逻辑 那么咱们把同样的逻辑呢 可以写在一起 却对程序的执行呢 没有任何的影响 但是呢 却增加了代码的可读性 您说不是吗 所以说 Duffer这个语法 这个关键字 我认为是非常的好 您呢 应该要掌握 属于您 必会购源的技巧的之一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购源中 咱们如何做延迟调用的使用方法 也是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希望您呢 能够掌握 然后以下呢 大家请看 都是我今天的代码了 有兴趣的朋友呢 您呢 去我的GitHub 我呢 会把代码的分享到GitHub上去 您在我的GitHub下载最新的代码 好不好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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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